Leo聊事記 天天都個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維健人對上達羅皮圖人 這一場比賽是漫遊戰士碑2的孤島求生 ok 那這張比賽地圖很特別 先來介紹一下 比賽地圖中間有非常大的秋林地帶 然後黃金的分布是在這個島的周圍 有點靠近沙灘的部分 那它的外吻是有大片的海域 所以這樣地圖很蠻注重打海的 但除了打海之外 黃金的控制點位也很重要 非常考驗玩家控海跟控路的防守問題 可以直接把它想成是有海的阿拉伯 黃金比較多的版本 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這張地圖跟阿拉伯一樣 超級難圍 你要怎麼圍都是要圍到頭破血流 才有可能圍好的 那不管怎麼說呢 這張地圖還是要多打一些軍事 才會比較有優勢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這邊是選擇到了維京人 維京人的特色是他的輪軸技術 跟手推車都是免費的 所以他在省下這個手推車 跟輪軸技術的時間 可以多按一些村民之外 又可以享有這些經濟科技的優勢 所以維京實質上是綜合經濟來看 經濟是最好的文明 那維京人的海戰比較特別 是有這個維京大戰船 可以讓這個維京戰船 這個射發的箭矢比較多 那通常在跟奴炮戰船對打的時候 維京戰船往往都是會比較成本比較高的 所以有時候也不會看到維京大戰船出現 而是會選擇一個奴炮 這個升奴炮戰船的一個流程 因為價格便宜 維京人的奴炮戰船 這個戰船的東西都很便宜 所以他的維京大戰船不一定會出現 但如果有出現的話 那就很可怕了 那維京人他的騎兵路線是比較弱的 沒有更衷技術 也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馬開 但是工兵路線有這個狂暴戰士幫 所以這個傷害可以多加一點 那也可以讓這個維京大戰船 多加一點的傷害 那維京人是 槍兵血量最多的文明 他的槍兵血量可以高達66滴血 雖然沒有大槍兵的升級 但是他的劍兵勇士也可以倒霸4滴血 整體來說 NBL的文明是比較偏靠 步兵文明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是Valance 這邊選擇到了達魯P2 那達魯P2人在海戰的優勢非常巨大 因為他捕魚的這個漁場 可以裝載兩倍的食物 可以看到這邊放了30個肉 一趟 這就意味著他的海港 這個碼頭不用補的這麼多 甚至他的捕魚的效率 不用這樣子返回 就會比一般的文明來說好上很多 那除此之外呢 達魯P2人 升級10代手 會給200木頭的關係 所以非常適合打海戰 因為打海戰的話 木頭需要非常的大 因為造船就需要用到木材了 那達魯P2人除此之外呢 他的相攻路線跟戰毛兵有攻速加成 實際上以工兵路線來說還不錯 而且有拇指環 那他的步兵路線呢 比較特別的是 他有這個烏之鋼科技 可以無視對方裝甲進行攻擊 整天來說 還是偏向工兵跟步兵的路線 所以這樣比賽都是 偏海 偏海然後步兵 偏向工兵的路線打法 好 那達魯P2人呢 他的馬也是斯基帝國裡面喔 騎兵最弱的文明 沒有跟蹤技術 也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馬卡 這種聖體是連騎士都不能用喔 他只有輕騎兵可以用 所以 有點微妙 有點微妙 這個文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MBL 這邊已經開始 再把這些犀牛吃光了 應該待會 再按個山村左右的村民 就要來升了 那這邊值得注意的變化是 看一下 這邊漁船是按幾哨 如果按五哨就停的話 那就意味著 MBL 就是會想要去打這個 雙馬頭 出這個戰艦的流程 那MBL這邊的微技能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 他的海戰的部分 一定要趕快去點下一級士 因為他是沒有火戰船的文明 所以一定要趕快去點兵工廠 所以這張木頭的消耗又更吃緊一點 好 我們可以看到MBL 多偷了一艘漁船 多偷了一個漁船 這樣是 是對的嗎 那 Valens這邊呢 是正常的五艘喔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多按一艘漁船會不會出事 好 結果Valens已經過來蓋碼頭了 這個碼頭MBL好像沒有意識到 碼頭就在隔壁而已 好Valens一身上去 馬上補下了一個火戰船 那火戰船之後 他這邊家裡沒有補 反而是補在你的臉上 好 補完碼頭之後 開始去 出火戰船 好 中間的部分 除了打海戰以外 還有轉攻兵出來 MBL這邊則是轉出了 馬舅 跟兵工廠 應該是要棄海啦 因為你在多按一個漁船之後 你要打海 真的是很困難 所以就只能先稍微棄海啦 這就是斯基帝國 非常 細節的地方 你多按一艘 你對你的打法來說 會整體上的改變 那如果你不 多按一艘的話 優點的話 就是你可以更快的上到城堡賽 那沒有問題 NBL這邊是直接打直城 那有可能這邊是想要棄海 打這個陸戰 那對於 圍禁來說 棄海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對方是打陸 批兔人 像是日本一樣 這種捕魚 非常優勢的文明 那如果海戰沒有辦法 再打回來的話 那就會很難受 那NBL這邊的想法 或許是想要先打直城 後打圍巾大戰船的一個流程 所以還不好說 NBL會不會棄海 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馬上去下判斷 這個到底要怎麼 去轉出海戰 那沒意外的話 應該還是會靠對手家裡 去做一個 靠近 去補碼頭的動作 好 NBL這隻村民往前走 被抓掉 好 這裡還沒有看到對手在哪裡 所以現在有點迷茫 NBL 這邊找到了一塊黃金 想要再繼續往上走 不知道對方在哪裡 現在有點慌 好 還在探路還在探路 可以看到NBL這邊的肉碼 現在才看到對手家 對手家 好 那現在來了 NBL要看到敵方弓兵 已經到臉上了 好 但是騎士 可以先稍微出來擋一下 那WP圖人呢 他的均勻的科技 是比較便宜的 造價 這個升級 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他很容易 可以去升級槍兵的路線 還有這個升級步兵的路線 但WP圖這邊還在封建時代 所以也不會看到 重裝長槍兵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騎士 還是有比較強的主動權 好 海戰的部分 已經繞到你家的碼頭 那家裡的部分 碼頭 並沒有去補下 這個 圍巾大戰船 所以應該是十之八九 是要來棄海了 好 這邊職程之後 馬上用騎士去給對手壓力 在野外的部分 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木頭現在非常吃緊 而且黃金 主金也沒有再繼續挖 反而是到野外挖 這個其實蠻大膽的 要是這一坨工兵 抓到了MBL在左邊的黃金礦村民 哇 那就事情大條了 我想跑都跑不了 MBL在家裡補下了主金的 箭塔 防下 那現在Balance 這邊是點下一級的步兵鎧甲 城堡時代還有1分15秒左右的時間 投石車現在壓制過來 大約還有2分鐘 43分鐘的這個壓制時間 這邊MBL要趕快把握時間 壓制對手 好投石車慢慢的接近了 現在看起來MBL還是比較有優勢的那一方 但是海戰的部分已經失去了 所以待會Balance應該還會去轉一些吃肉的單位 那目前看起來吃肉的單位的話 可能還是要補一下 動光長槍兵的升級 然後配上僧侶 先稍微作為防守手段 要攻兵路線的話要思考一下要不要繼續出 因為對方轉投石車 可能就變成 投車 配上 槍兵的 還有僧侶的打法 槍聲頭 簡單來說就是槍聲頭 OK 這邊砸了一發 MBL這波很賺 再來一發 山村拿下 MBL這波很賺很賺 不虧了 這個投車控的真的好 真的好 果不其然 達魯批圖人轉槍兵了 攻聲頭 還是聲頭槍 好 聲頭槍應該是比較容易看到的 MBL現在的配兵賭層 比較偏騎兵方面 而且槍兵還是半價 肯定是會升級的 好 那現在右邊這些弓箭手 沒有找到地方可以去騷擾 但是這邊其實有抓到村民喔 這裡五隻 弓箭手 抓掉了一隻村民 結果MBL這台弓炮回家想要防守 直接被弓兵貼在臉上打 完蛋 這裡高打滴 收掉 哇 白給一台弓炮 好 槍兵直接往臉上硬戳 好 槍兵戳掉了一些血量 還戳掉了一匹馬 直接手撕投死車後面奴炮在輸出 但是後面箭塔也在打 後面這個騎士的血量很低 投死車臨死一千砸了一發 但是沒砸死村民 MBL這一波還是有賺到的 應該是問題來了 海戰的部分沒有解決 WP圖人只要就去補碼頭 然後補這個漁船 經濟肉就不會斷肉的問題 那現在WP圖人這邊最大問題是有斷金的問題在 所以現在要看 Valance要不要去野外偷偷挖金 好 那現在這個地方MBL木頭有點被控制住 有點難去挖木頭 趕快去反方向挖一下 這張地圖最麻煩就是在這裡 很難圍死 基本上是圍太死了 好 那現在MBL家裡在等這個修道院 要來按森律把這個騎士的血量給拉起來 才要繼續進攻了 好 WP圖這邊轉出了投死車 槍伸頭 但是森律還沒有出現 那森律會不會出現呢 那WP圖人的森律其實並不是那麼強的 也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應該就算按森律的話 也是稍微招響一下 騎士的騷擾 可以 工兵又繞了過來 原人死這邊 工兵左右開弓 二級射點下 農兵現在點不下去 現在有點斷樂 NBL 現在要思考是要不要轉點海戰 在這邊轉海戰的話 路上的攻勢就會變弱 那不轉海戰的話 自己又會沒有這個陸戰的優勢 不是陸戰優勢 沒有食物的優勢 對方食物優勢實在是太巨大了 那NBL這邊很大的問題是 他現在也斷肉了 失去海了之後 這裡 沒有辦法撒農田 木頭有點極限 NBL現在是一個 完全ALL IN的打法 拖子車再打一下 排個一下 拖車沒有拍到 大量槍兵 但是後方我勝利在著想 B推回去 三台投石車直接強攻 這幾隻弓箭手很乳小 一直在控木頭 怎麼辦呢 NBL現在家裡被控制住 趕快拉騎士回來救援 但是一拉騎士回家 正面投石車就被槍斃給貼上 投石車想要過來 結果被NBL先發自然 拍地板成功拍掉 然而此這波 損失的唯一的投石車 像投石車一定不能斷老 趕快多按幾台 現在沒投石車完全不能打 好 這一波直接砸掉 結果槍兵過來 直接把自己勝利給砸死 這一波被認識的一個 回馬槍打得很漂亮 但是又被砸到 OK NBL這個投車還是秀得漂亮 投車來了 叫我來看一下 NBL投車有沒有主宰你 這一個拍得太精彩了 NBL 哇 這個投車 投車之怪 投車怪有點猛 好 那接下來 城市中心該怎麼守 你身旅沒有救贖思想 也沒有騎士 你就只能靠投車反制我的投車 就NBL自己砸自己的投車 吐了 好 現在家裡的問題 騎士解的差不多 目前家裡的問題應該是解掉了 現在Balance 正面爆開 後面的騷擾也不是那麼的成功 剩下一兩隻的工兵在做騷擾 待會騎士血量拉起來 就可以把家裡的問題解掉 好 結果這台投死車被換掉了 Balance 現在投車真的不能斷了 繼續按 繼續按 好 再換一台 沒有換到 騎士過來 不是騎士 輕騎兵過來 之後有抗刀想不怕被招 拉回去就好 現在問題來了 投車大戰 NBL 斷村情況下 能夠打贏 無斷村的Balance嗎 這有可能嗎 還是要去外面打個獵呢 再補個肉 但是現在打獵的話 經濟也不一定會好 好 投車一直在秀 騎士往前 探個幾刀 後面拿下 往回拉 好 再打個一發 閃掉 結果投車 還是被換掉了一台 但畢爾龍開始有點劣勢了 這一把對手可是 習日的世界冠軍 Balance 這一把 遇到 Balance 他現在有點難打 看起來投死車 沒有辦法發揮到很好的作用 賺了幾台奴砲出來 想要去克制對方的肉碼 這邊抓掉 但投車再打一發 NBL想要拍 有點難拍到 奴砲有點靠右邊了 這個要小心 投車一出來會直接 把投車給拍掉 但現在Balance有點斷金了 這裡補下了雙TC 繼續穩住 自己的肉 要自己的木頭 那現在還是沒有去補農田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這個海戰 可能繼續下去了 好 右側的地方轉碼頭了 那應該是有想法了 維京大戰船 但我意識到這裡要轉海 可能還是比較好一點 只要能把海戰的 這個漁船給抓掉 NBL了 就不一定沒有優勢 反而是很有 主動權的一個打法 Balance這邊直接3TC 繼續開 你拆越多TC 我就開越多TC的一個戰術 洗脫代變 那到底在脫什麼呢 Balance這邊再找個機會 把這些單位全部解掉 但是現在來說不管出什麼都很難解 直接上來想要直接吃生鋁 生鋁直接吃光 但是生鋁也到 這兩隻四隻肉嗎 怎麼好像怪怪的 同時車互丟 NBL的反應真的有點快啊 一出來就看到 馬上丟 那現在TC拿下 這根劍塔也要拿下了 那後面的修理弓並沒有存在 所以這裡殘血的頭車 是一個拿下的好機會 那現在有三隻騎士在旁邊護駕 所以要摸到也不太容易 結果在剛說完就有一隻槍兵走得過來 但是後面有奴炮 應該是能守著下 OK搞定 8滴血的頭死車 Balance很想拿 左邊重新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清奇兵還在按 那目前看起來 NBL這一波攻勢 已經展現出來自己的壓制力了 現在維京大戰船 已經到劇所家了嗎 看一下 還沒有 凡是遇到這個採礦人地 再次採礦人地啊 應該是用移動攻擊的關係 結果被這個採礦人地給吸引到了 NBL這邊大戰船 暫時沒有辦法正常輸出 但沒關係 我們入戰 繼續穩定輸出 Balance現在穿速非常領先 46吋加上15哨子魚船 肉性慢慢穩定的下來 這邊最簡單的方法 Balance點下1攻2攻 然後馬上出大量的輕奇兵 去解掉這些工程器 是現在他這個文明最佳優解 好 維京大戰船過來守一下 可以看到這邊傷害很高 NBL這邊 維京大戰船是沒有箭矢傷害升級 所以被火燒船燒得有點快 重新繼續補一下 一擊伐木 現在NBL 經濟真的是很極限 現在村民可以稍微暗了一些 這裡有村民稍微在撈雨了 入戰方面 NBL還是有非常大的優勢在 投資車來到了6艘 6台投資車 現在生女開始往前 是不是意識到了什麼呢 開始想要往前走 給壓力 要是這個區域可以拿下來 或是騷擾成功 這個投資車拍了一下 但是殘血活了下來 NBL的投資車基本上是滿血狀態 可是這邊是高打滴 NBL還是有可能被收掉 新奇兵上來想要直接抓掉 投資車第一台被拿下 後面兩隻生女在躲投資車 投資車上直接拍掉了4台奴炮 殘血的投資車 再拉奇兵過來解決 NBL這一波損失掉了大量的投資車 但是騎士順利砍到了一隻生女 只有自滴掉 這一波的交換 兩邊都出現了大量的傷亡 但是NBL這一波是非常虧的 因為他的經濟是沒有辦法 支持他這樣子換的 基本上這個戰術一旦你失誤了 那就很難打了 或者是讓對方獲得一個很好的反擊機會 真的是很難受 看一下海戰 海戰的部分 NBL抓到了大量的漁船 中無魚抓到了漁船 這裡趕快拍掉投車 但是投車要小心 完蛋 果然被換掉了 但是沒有關係 後面又補了一個傷害 這裡把軍給敲掉 清奇兵上前 生女想要遭翔 騎士騎士不敢往回走 但是騎士一往後拉走就沒有人保護投資車 NBL這邊投車可能要被換光 完了 四隻清奇兵開始無傷了 殘血的騎士拿不下來 先拿你前面的生女 再拿你後面的騎士 這波NBL的單位越來越少 投車攻擊已經快要失效了 現在Balance 家裡已經開始慢慢穩定下來 但是海域的方面 NBL並沒有完全打掉 漁船還是火了九燒在這裡 看起來NBL有點束手無策了 雖然拆掉了很多建築物 但是投車戰術 遇到這些清奇兵真的是 換不完 你沒有打掉他的漁船的話 他會只會有更多的清奇兵 突然解攻神器 所以我覺得NBL是不是要在更早一些的時刻呢 去轉出海戰維京大戰船 我覺得海可能還是不能放啊 這邊直接撒量大量的便 OK 看來Balance已經心意已絕 直接又漏馬敲死你 那這邊可能還是會搭配三驢 或者是這邊直接買石頭去插寶 960塊黃金 還是要去插寶呢 這邊插寶可能插下去就結束了 有可能嗎 NBL這邊並沒有繼續 再度猛攻嗎 補了一些投車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看來還沒有放棄 現在分數稍微略輸一些些 清奇兵過來 投車拍一下 上前三隻清奇兵搞定 投車拍掉了這隻勝旅 但是清奇兵還在輸出 又打掉了一隻勝旅 第二隻野拿下 只損失了一隻肉馬 這個清奇兵非常的賺 城鎮中心 這裡也補下 這邊是怎樣 補下了一個同樣的位置 英雄 洪略劍文 是這樣講嗎 應該是 NBL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右邊也補了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當然看不看到 其實也無所謂 NBL要處理的話 後面這個可以拿下 沒錯 但是就變成Balance的 這間中心地帶 又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所以我覺得 這個城鎮中心 它並不是真的想要開採 而是想要拖時間 希望對手有看到 這種感覺 這裡維京大戰船 抓到了 抓到了 原來你在這裡捕魚 這裡火戰船 完全沒有在附近 碼頭的部分 漁船在瘋狂繞跑 這裡終於看到你的碼頭 在這邊產圍巾大戰船 現在 漁船只能被NBL 開始大爆射 陸戰方面 又來了 這次也是帶來投資車 輕起兵 拍掉了一下 結果直接招降到 這塔 這個騎士 能夠招回來嗎 還是要自滴 自滴好了 不然要被招回去了 好 MBL這邊開始打獵了 把肉帶回家 經濟現在慢慢回穩 但是對手的村民數 已經來到了70村 差距25隻村民 支援量只有10 等級差距人 大概7000支援或8000支援了吧 這個支援銷量有點猛烈喔 好 做一個模仿 繼續打獵 好 投資車要小心 MBL 哇 戳到了一槍 好 投資車拍掉了 這裡的軍營 繼續往前走 再拍一下 搞定 又拿下了一村 現在正面的方面 並沒有太多的轉變 好 自己補下了一個亮望塔 好 聖旅沒有辦法急死招降 奴炮反擊回去 聖旅 要先拉開一下 這裡有投資車要過來了 後面的聖旅還在招降 這一波MBL 可能是他的最後一波 要是這一波再拿不下來 點擊差距 會把兩邊越拉越開了 甚至再會有可能要帝王勸退了 可是帝王時代也進不下 後面差距 有點可怕 好 好 美人斯墊下了二攻 帶回大量槍兵 嘗試吹 欸 這一個 投車畫得好啊 MBL 仔細剩了一台奴炮 MBL的投車操控還是很猛啊 好 燒翔 嗯 但 投車 戰術最大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 把對手秒殺的話 這個算是一個套路打法 但是高手們 往往守這種套路打法的成功率 是很高的 所以 這把可能有點兇多吉少了 好 好 Balance這邊帝王時代 點下 MBL 或是甚麼樣反應呢 投射找找看 打掉僧侶 好 點下了三級射 MBL 現在是 頭車繼續往前壓 木頭現在噴到了一千 好 現在Balance的魚船數量 已經 基本上沒有再繼續慘了 好 投車大量過來 想要拆除 Balance這邊升級防御箭塔 投車拍到了一下 三級射升級好 哇 大托子車有點痛 好 下面這裡也補了一個新的箭塔 目前看起來MBL經濟狀況 已經來到了極限 51對76 工兵過來 這裡有產工兵 那我覺得工兵可能不是重點 你覺得產更多的槍兵 可能會更好用一些 工兵囉 空拍了一下 頭車 要被貼到了嗎 槍兵直接往前 但是又往後拉 這個槍兵好像沒空好 剛剛可以直接往上戳 要被戳掉了 後面繼續輸出 頭車繼續拍 拍掉了 這裡 裝箭塔 繼續防守 Valence 彈到血液點下 工兵高打低 稍微打一下 又再射掉一台 右邊的騎士 打不贏 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alence 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場比賽 就是說MBL 打的算是比較 激進一點 開了大招 也不算大招吧 就是打了一個 ALL IN式的 斷春 然後頭車生旅 那這一波確實有打贏 有打進去 但是問題是 人家是且打且退 用箭塔爭取時間 然後槍兵 輕騎兵 去做防守 然後投車應對 那整體來說 Valence 算是擋得很好 輕騎兵一直有做到事情 那在海戰部分 也是吃掉了大片的海域的肉 所以經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Valence 拿下其他資源勝利 MBL拿到黃金的贏 黃金的 這個 採集量的勝利 但不管怎麼看 這個套路打法 還是存在 蠻大的風險 畢竟 不成功變成人 套路打法 就是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